第149集 陆氏早就将白世俗给支开了 方丽只剩下陆氏和胡氏两个人 陆氏才急不可耐地开口道 嫂嫂 你们可得救救我 白木槿开始查陆婉琴的嫁妆了 您也知道 当初哥哥为了能顺利在狱前伺候 使了他不少他的嫁妆打点 如今他查起来 我可怎么补得上啊 若是银子 他拼拼凑凑也能够应付得来 毕竟这么多年 他在陆婉琴那些铺子和庄子上 贪没的钱不少 加上后来他扶植自己的产业 更是赚得盆满钵满 可陆婉琴的嫁妆都是有钱 也是轻易买不到的 这如何能够遮掩过去呢 胡氏沉沉地叹息一声 取出袖子中的银票 这是你哥哥让我拿来的 是咱们家所有的银子了 那枚也知道 那些东西都打点出去了 如今咱们也不能要回来 所以 您看看能不能有银子补上吧 陆氏看了一眼银票 统供不过六千两 这简直就是杯水车薪 即便他拿钱临时出去买 这点银子能够得什么用呢 他气愤道 哥哥嫂嫂这是要过河拆桥 弃我于不顾吗 妹妹这话是什么意思 当初那些东西是你自个儿愿意给的 我们可没强迫你 东西都送了出去 如何能要得回来 你也不要为难你哥哥 他也是没法子呀 陆氏气得脸上通红 事情到了结果眼上 哥哥嫂子不想着怎么帮他遮掩过去 反而把事都推到他一个人头上 让他自个儿面对 这就是他一心一意要帮衬的凶嫂 嫂子 说话要凭良心啊 这怎么叫我为难哥哥呢 我也知道东西要不回来 但是你们就不能想法子帮帮妹妹吗 总是要这样过去的 否则他如今贵为郡主 追究起来 我还要不要活了 妹妹 你脑子一向聪明 难道不能想个妥善的法子蒙骗过去啊 白木槿不过是个小丫头骗子 还能翻过你的掌心去啊 路士心下一致 白木槿如今可不比从前 正由他柔圆搓扁 那丫头现在比鬼还紧 哪里能够轻易蒙骗得了 若是他不识货 只管叫人去买些假的放进去也就罢了 可是偏偏他身边有一个眼睛毒辣的老妈子 什么也骗不了他们 路士闷闷道 那丫头今非昔比 可不好骗 偏偏他现在是郡主 还要举办什么宴会 否则融合一段时间也好 我送给哥哥的东西也没多少 时间足够 倒是可以想法子弄回来 可偏偏他追得如此紧迫 他要举办宴会 是啊 不是进封了郡主吗 自然要大研宾客 否则怎么能显得他尊贵呢 无事记上心头 刻意地压低了声音 既然你送给你哥哥的没多少 暂时魂不上 你只需暂时稳住他 只说他大火烧了 或者被责人偷了 他让你赔偿 你就拖延时间 我有个法子 可以让你无后顾只有 路士一听微微正媚 他倒不相信 胡适有什么好主意 什么法子 难道你还能让白木槿 自个儿闭嘴不提 就是这个理儿 要让他自己不提 怎么可能 除非他傻了 或者死了 如今他可是郡主 进进出出都有人跟着 听说过两天 还要募集护卫呢 怎么能下得了手 你以为我会那么傻 杀人这种事 我如何做得出 这可是比杀人灭口 还好的法子 就是给咱们安平郡主 找个新上人 你觉得可好 你这是什么法子 他的亲事 如今可由不得我做主 由不得你做主 可由得他自己做主 只要他愿意 谁还能强迫他去 这丫头就连我也看出来 自个儿的主意大着呢 否则哪里能做得出 硬扛楚军王府的事来 陆氏就更加的迷惑不解了 如何让他愿意 咱们安排的事 他能愿意吗 嘿 这你就不知道了 我娘家嫂子有个表情 原来家里是伯爵 这他父亲手里 绝位就没了 一家子千军江州 前些日子才回到京城来 我见过那孩子 生的龙子凤才 跟画着画得一样好 笔之那凤世子 也不忘多让啊 尤其难得的是 满腹才华 我看来都欢喜 胡适说着 眼里就闪烁着 浓浓的赞叹 仿佛回忆起 那年轻人的风采来一般 没等陆氏开口 他又接着道 我一个妇人都觉得好 那白木姐年峰十四 正是春心动的时候 咱们只安排 她和那孩子见见 有个相处的机会 那好事也就要成了 那家人有心投奔我和你哥哥 自然会听咱们的话 到时候 白木姐还能再与你作对吗 陆氏听了 心里默默的算计开来 曾经是个伯爵 地位上还不如他们府上 现在连个爵位都没有 那岂不就是破落户 在世家出来的陆氏 可是比谁都清楚门第的重要 若是让白木姐配了这么个人 那他这辈子也就没什么大出息了 虽然自己是个郡主 骏马身得再好 也不能掩盖他出身低微的事实 一定会被人笑话 说他的芸汐以后能够配个王子公孙 肯定稳稳地压在白木槿头上 这样的好事 他怎么能不同意呢 那孩子真有你说得那么好 要是差了 入不了白木槿的眼 那可不成 哎呀 你就情好吧 若是不放心 我找个机会带你见见人 你就知道嫂子说的绝对没有夸张 哎 若不是娇娇已静 我真不介意她当我的女婿呢 陆氏知道 他这最后的话定然不是真的 陆娇娇要是没出事 胡适还不定想着怎么攀高枝呢 陆家的女儿 即便是数子所除 也都是身份高贵的 怎么可能配一个破落户呢 所以他还是不放心道 还是让我先借借人再说吧 既然要出手 就绝对不能有差池 因为同样的计策 只能用一次 以后要在他亲事上打主意 可就不容易了 胡适想了想 也觉得有道理 毕竟陆氏和白木槿 共同生活了这么久 对他总比对自己了解的更多 若是陆氏能够看上眼的 说明这把握也大些 成 就依你 你赶紧养好伤 我安排个机会让你见见 至于嫁妆的事 你先想个法子压下来 若是万一那白木槿咬着不放 你无论如何 先不要将你哥哥牵扯出来 否则 咱们可就连后路也没了 我知道该怎么做 原本也没打算牵扯你们 只希望哥哥能给拿个主意罢了 胡适听了才放下心来 稍稍为自己的私心感到一些惭愧 这么多年 陆氏对他一家也算是仁至已尽 从陆婉琴那里得来的好处 也没忘记他们 不然单凭着陆赵安一个人的镜像 哪里能够让他们穿金带银 无所顾忌的花销呢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妹妹若能渡过此难关 嫂子定会想法子帮你分忧 那牧师想要和你平起平坐 也要看看他有没有那个命 陆氏心里知道 这是二哥和二嫂给他的封口费呢 不过侵吞嫁妆 就算把陆赵安咬出来 对他也没什么好处 他首当其冲的会成为白木槿的报复对象 而他唯一的依靠就是陆赵安 哪里能够让他跟着受牵连 陆赵安是朝廷命官 被人发现他竟然伙同自个儿妹妹 侵吞嫡妆 那他这官也就做到头了 还得被人唾弃 到时候失去陆赵安的地位 陆氏再有本事 也没法子再白家立足 陆氏还是努力地摆出笑脸来 嫂子此话我记下了 白木槿的事还得嫂子细细地谋划 若能将他早早嫁出去 也省了我的麻烦 没有他在背后捣鬼 沐欣平哪里会是我的对手 胡氏又陪着陆氏说了好一会儿子话 两人将要给白木槿设下的局 仔仔细细地商量了 必要做到天衣无缝 正在验查自己母亲嫁妆的白木槿 虽然知道胡氏来了 却没有想到 竟然他们还存着要谋算自己的心思 少了哪些都记下了吧 水摸摸看了一眼手里的单子 点清楚了 少了不少东西呢 价值奴婢也大致估算了一下 大概在白银三十万两左右 三十万两 多么巨大的一笔 就连白木槿都震惊了 前世过了十年苦日子的擦 可是知道这银子的意义有多么重要 想到他那时为了几千银子 熬夜刺绣的日子 一双眼睛几乎都熬瞎了 那时候 他也是有一笔嫁妆的 路士也告诉他 那是他母亲给他的 一半要留给牧尘 一半给了他 他还故作大方地 说自己添了许多字感的嫁妆在里面 可是 他那六十单嫁妆 看起来风光 却原来都是一笔烂鱼充数的东西 同工加起来也不过是两万两的价值 笔之路士挪走的这些 简直就是九牛一毛 笔之母亲留给他的 就更别提了 可是他那时候多傻 白家所有人都把他当成白痴一样的耍 那些原本属于他的东西 全数被路士母子三人给侵吞了 没有一个人告诉他 正由他被人欺负 被人骗 还声称是他的亲身 所以致死他也不知道 自己本来应该有多么庞大的一笔财富 那些属于他的东西 若是被他带走了 自己嫁人之后的十年 也不必过得那么的艰辛 不过也罢了 不论是落在路士手里 还是被他带去李家 都是一样的结果 全是为他人做嫁衣罢了 只要想到这一点 白木槿的心就像是被一万只蚂蚁 嗜咬一般的痛苦 好 找些账房先生和真品古文鉴定的行家来 帮我仔仔细细的 让这些少掉的东西 雇个价 还有那些铺子和庄子的账目 也一并给我算清楚 多请一些人 两天时间 必须要算得清清楚楚 白木槿的眼里 竟是灵力的神色 所以嬷嬷知道 他是真的动了怒了 是 奴婢这就去办 账房先生就不必找别人了 陆家有的是好手 嗯 都交给你去办 外祖母那里 暂时不要告诉他实情 只是我一时兴起 向叉叉铺子账目 所以请几个人帮忙就是了 顺嬷嬷点头印象了 然后才去办事 不一会儿 陆氏竟然派银秋过来 请白木槿过去 说是陆氏有事 要向郡主坦白 白木槿差矣了一下 但并没有在银秋面前表现出来 反而大风地随着他过去了 陆氏无论要耍什么花招 都别想赖张 他会让他双倍地讨回来 铺子这些年关门的关门 赔本的赔本 是谁所为 不用想他也知道 而陆氏这些年经营的铺子 他也让陆清云帮忙查得一清二楚 能够赔得起多少钱 他自然已经算了一笔账 断了他银子来路 就会狠狠地打击到陆兆安 这一举两得的事 白木槿自然不会放过 刚到俘禄院 陆氏就挣扎着爬起来 尽管白木槿说不需要多礼 陆氏仍旧坚持 让人扶他下床 给白木槿行礼 郡主 请原谅臣妾一时糊涂 做了错事 您就看在臣妾对您姐弟 也有十多年浮育之情的份上 就饶了臣妾这一次吧 白木槿看着他声泪俱下 仿佛真心悔过的样子 狠自道 这陆氏果然是个好手 知道自己躲不过去 竟然开始打起了轻轻牌 竟抢先一步来认错了 不过认错又如何 白木槿故作不解道 木槿 您这是为了哪办 快些起来吧 不然别人还以为 本宫欺负您呢 虽然说我如今是郡主 您跪拜也是理所应当 但也不要哭得这么惨 本宫可担不起 欺负自己继母的罪名 陆氏哪里啃起来 他之所以如此做 就是为了逼白木槿 开口放过他 可是他也明白 白木槿不会轻易妥协 陆氏哭得更加伤心了 郡主 是臣妾的错 臣妾不该乱动心思 私自挪用了姐姐的嫁妆 都是臣妾糊涂贪心 臣妾保证会想法子送回去 可是您也知道 那烧火烧毁了不少东西 臣妾 臣妾恐怕也无能为力呀 白木槿笑了笑 那场火烧掉了什么 他现在比谁都清楚 贵重的能被烧毁的东西 都被凤九卿提前拿走了 悄悄给他送了过来 没烧毁的 可都在陆氏的棋居室里摆着呢 或许还有一些在白芸汐 和白高萱的屋子里 白木槿没有来得及说话 就听身后的白氏祖的声音响了起来 轻荒道 宁香 你这是做什么 你伤得那么重 怎么能随便爬起来呢 陆氏看到白氏祖来了 心里就更加安定了 当着白氏祖的面 白木槿难道还能够不松口吗 于是陆氏更加卖力的哭了起来 夫君 您帮着妾和郡主求求行 妾一时糊涂 挪用了姐姐的嫁妆 妾已经知错了 这就让人把能交还的都还给郡主 只求郡主能饶过妾这一回 白氏祖看到声泪俱下 凄惨不已的模样 赶紧扑过去将她扶起来 心疼道 就算要道歉 要认错 也得先固着自己的身子 你说有个好歹 哪不伤郡主 悲伤不孝之罪吗 她说着还意味深长地 看了一眼白木槿 想要让她也帮着说两句话 白木槿也没有让她失望 父亲说的没错 母亲怎么着 也该先顾惜自己身体 帐木如今还在整理 过几日都算清楚了 我会找母亲说话的 你 郡主 有些东西都已经在大火里烧掉了 姐姐的嫁妆可都是价值连成的 臣妾也赔不起啊 但臣妾保证 一定会想法子的 白木槿爪脚勾起一抹讽刺的笑容 但很快就收敛起来 反而劝道 母亲 说这些做什么 还是快些起来吧 你没有看到父亲都心疼死了吗 是啊 有事起来再说 锦儿是个孝顺的孩子 必不会为难你 这会儿她又改了称呼 只不过希望白木槿 能够看在自己这个父亲的面上 能够将嫁妆的事从宽处理 陆氏毕竟是她妻子 虽然这件事做得的确太过分 可是她都差一点去了半条命 她实在是不忍心再苛责于她了 白木槿看着白氏族微微地笑着 我当然是笑顺的 所以会遵从先母一命 好好地帮她打理嫁妆 所以刚刚已经面人去账房 将母亲的嫁妆铺子 和庄子账母都拿去清算了 看看母亲这些年 帮先母经营的如何 至于库房里少的那些 价值几何 也会有行家来鉴定的 我也不为难母亲 只要招架赔偿就是了